相恋三年的女友为了想买狗学弟 把黑锅扣在了我头上 我一招变成人人喊打的瘟瘟 无限害死了千万粉丝的美艳影头江青月 我身在名列被医学界崇灵 又被江青月的粉丝打断双腿后 惨死欲中 但我的女友却依靠在小学弟的怀里 躺在我们那张曾温存的大床上睡觉 那个蠢货最后的利用价值也就是黑锅了 老婆还好有你爱你 我恨啊 如果可以我真想杀了这个狗男女 再次睁眼 我却回到了救护车上 连环车祸现场 谭一竹脸色难看 患者有血回流到肺部 需要尽快进行兴穿 前面还堵着 来得及送回去了 取穿自针给我 刚毕业的小学弟徐一文却连忙上前 徐姐 让我来 我刚学过 他急吼吼了上前 一把扒打开 正在给患者包扎了我 我被他推了一个亮枪 没吭声 谭一竹面路迟疑 学弟 这个患者身份比较特别 要是说什么问题 会有大麻烦的 要不还是我来吧 谭一竹和我相恋三年 我和他都是学校里的翘楚 但曾经有我 担心充当谭一竹的御业 所以直到现在 大家都只认为 谭一竹是出色的医学天才 年纪轻轻就当上副主任 一般有什么危险的操作 都是默认让他来进行 尤其这次的患者 是知名影后江青月 因为演技出色 相貌堪称角色 妩媚却又带着几分清纯 他在全国人气很高 而且他家世不凡 传闻江家黑白两道通吃 手段滔天 要是能救当今江家大小精英 这等于成了江家一个情 徐一文这么着急表现 就是想趁机攀上这根高枝 哎呀 学姐 徐一文连忙道 这不是有你在吗 你在旁边吃点我不就好了 好吧 谭一竹犹豫一秒 点点头 虽然情况紧急 但是穿刺的难度不大 你过来 谢谢学姐 徐一文连忙跟了过去 患者肺部有肌液 用穿刺针扎入引流 即适排出 便是胸腔穿刺术 你想清楚 我冷不丁开口 危险系数虽然不算大 但对于一个刚毕业的信任来说 稍微操作不对 就会导致患者陷入更大的危险 前世我也提醒了 但却被两人直接无视 当时的偶尖劝说不了 而且以为有谭一竹在 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 便暂时离开 就是其他病患了 胸腔结束后 徐一文满脸是血 紧张到神色惊恐 谭一竹忙着安慰他 便让我随车回到医院先行救治 但在回去后 患者出事了 穿刺时 因为徐一文操作不当 导致患者发生了气凶 而且他并未及时上报一样 患者错过了最佳急救时间 最终不治身亡 如此愚蠢的医学错误 死者还是家喻控晓了以后江青月 一时间江家施压 江青月的粉丝 集体堵在医院门口 要求医院理不公道 钱是天真的我 还想着怎么帮助徐一文求情 二人却口径一致 说做胸腔穿刺的是我 他们口口声声说 曾多次劝阻我 还说是我为了显摆医术 和讨好江家 才执意进行穿刺的 甚至 随车护士和司机 都出来证明是我做的 好巧不巧 急救车里的监控也化了 我白口莫辩 铁证如山 就此成了人人喊打的农医 被医院开除 又遭医学界除名后 我被江青月愤怒的粉丝 打断双腿 接着又被江家人告上法庭 判处重罪 甚至江家还买通囚犯 在监狱害死我 只为给江青月尝病 我的骨灰 最后还被江青月的粉丝 撒在了大马路上 要诅咒我 永世被过往的车辆 碾压 魂飞魄散 当我惨死后 化为灵魂的我 跟在谭义竹身边 眼睁睁看着他和徐一文 盗取了我生前的医学成果 发表气派后 徐一文一跃成为 和谭义竹齐名的医学天才 我又看着他们 走入婚姻殿堂 献煞旁人 徐一文温柔地抱住谭义竹 笑容满面 老婆 贝雷和忠祐死了 不然他活着 我心里总是哽了一根刺 谭义竹笑容温柔 爱怜的抚过徐一文 白净帅气的脸 乖 大喜的日子 我们不提那个会气的东西 从今往后 你可爱我一辈子哦 我心如包脚 这个狗男女 包害死了不说 还要踩着多的血肉往上爬 我恨不得杀了他们 下一瞬 我重生了 我回到了前往事故现场的急救车上 徐一文想要出头的时候 和前世一样 我的提醒没有受到任何重视 可不像你 明明我才是他的男友 他却毫不犹豫地贬低我 抬高徐一文 真是可笑 我藏好任督的眼神 倾笑一声 我也是为了患者的安全考虑 要是徐一文哪里来操作好 患者死了怎么办 徐一文皱眉 学长 你怎么能那么说 我好歹也是这八经科班毕业的高材生啊 谭义竹看着我 眼神买是厌恶 少让个多两年资历就欺负新人 你有针对学弟的功夫 不如多去治疗几个患者 故事也帮他两人说话 李医生 你就让小文试试吧 有谭附在 不会出什么事的 在医院里 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对谭义竹都格外恭敬 他说一 哪怕主任都不敢说二 再加上谭义竹长相漂亮 人也好 所以这帮人都帮他说话 我也不奇怪 行吧 我点点头 和前世一样 给其他患者包发去了 徐一文却面带得意的朝我喊道 学长 有耍心气的功夫 还是努力多提升一下自己吧 你明明和学姐同年毕业 怎么混到现在 还只是个普通医师 小文 过来 谭义竹却打抱了他 抬抬手 别和他多说了 先来给患者做熏川 他一面指导着徐一文 调整姿势和位置 一面语中心长的说道 你和他可不一样 不用两年 你就能超过他 李林赫的天资 当个住院医师 就已经到头了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谭义竹损我 这个我从大学时候就同班了同学 相恋了三年的女友 甚至都开始谭婚婚嫁的爱人 现在却恨不得把我脸递到尘埃里 前世我总以为 是不是我哪里不如徐一文好 现在想来 在还刚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总是有意人意地提起 徐一文这个可爱不可的小学弟 谭吉他的时候 眉眼里满是笑意 在徐一文来 我们医院后 谭义竹更是明目张胆地偏爱他 当然才如同徐一文 曾经的我还会安慰自己 这只是对小学弟的关心而已 但现在看来 谭义竹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所以怎么会在乎我的感受 我假装坐在一旁休息 手机用胳膊肘挡住 只露出摄像头 悄然拍摄着救护车里的画面 因为是连环车祸 现在整条路上完成一环 我们这辆车刚到 后面又接连发生了一起追尾 交警正在疏通 我身旁的患者 除了这个江家隐后外 受伤不算重 已经都做好了应急处理 故事正在轻疮 所以此时 也没人注意到我的小动作 谭义竹二人 在救护车上给患者做急救 但却满脸笑意 蒙情意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人在谈恋爱 我总算知道 为什么前世明明有谭义竹在 徐义文却还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患者上 就是可怜的江青月这个影后了 原本只是因为强烈撞击 导致的肺部回血 只要及时治疗 就能平安无恙 却被徐义文这个蠢负耽搁搁了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 车上 徐义文穿刺结束 因为姿势不当 被血标了一脸 神色惊恐 谭义竹满脸心疼地摸摸他的头安慰 没事的小文 不小心而已 来 我给你擦擦 正好 前方疏通了 谭义竹扶着徐义文下车 又冲着我发号施令 林鹤 上车 你先随患者回医院 我没有反对 不动声色地收起手机 坐上了车 回到医院后 因为这场连环车祸 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一直到晚上快十点 我才有空坐下来 打算点个外卖 这时 一个饭盒却放到了我面前 师傅 你今天那么忙 肯定还没吃饭吧 是今年刚入院的毕业生之一 宋甜甜 每个人都会安排一个老医生带着 谭义竹主动申请带了徐义文 宋甜甜就是医院里分配给我的 一张娃娃脸白白净净 青春可爱 打开一看 两婚两素很丰盛 我心中印不完 谢谢你啊 宋甜甜黑黑笑笑 不客气 我下午在医院食堂给你留的 今天事故那么大 我知道你肯定没空吃饭 我刚要吃 却看到徐义文跟着谭义竹走进来 徐义文立马开口 林学长你可以啊 大家一起忙活 都饿着没吃饭呢 你居然有人专门给你打饭 魅力不小啊 他轻笑一声 故意扯开嗓子 这甜甜隔三差五 就给你送吃的喝的 年下学妹和高冷学长 多般配啊 你们该不会 真有点累什么吧 所有人立刻看来 目光怪异 在医院里 谁不知道谭义竹手女朋友 宋甜甜顿时张红了脸 徐义文 你少造谣 师父辛辛苦苦待我那么久 我看他累 当他有饭怎么了 徐义文依旧阴阳怪气 哎呦 谁知道你这心思是想赶鸡 还是想抱学长大腿啊 我白白手 没事的甜甜 别搭理他 有些人全靠那里 见不得人是活着 所以才那么敏感 拉脑子 比下水到都脏 嗯 徐义文顿时气得满脸战红 他身旁的谭义竹 顿时醋眉 冷眼看着我 林鹤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牙尖嘴利 和你身边那位学的呀 我神色平静 开个玩笑而已 学弟不是最喜欢开玩笑吗 过去 他没少这样公开挑词欲灭我 事后却入装可怜 说自己只是开玩笑 现在 徐义文却反而被我气得不轻 他突然扶着额头 脚下亮枪两步 谭义竹连忙扶着他 神色关切 小文 怎么了 接着立刻朝我弄吼 林鹤 你不知道小文身体差吗 还要气他 道歉 没事没事 徐义文却连忙摆手 语气微弱 学姐 我就是太累了 我一直有点滴血糖 谭义竹立刻上前 抬手就要来拿我做上饭 你可不惯着 当即盖上饭盒 便扣到了怀里 凭什么给你 我不也饿了一晚上没吃饭 谭义竹 不知道的 他也脸是徐义文女朋友 这么护着他 谭义竹眉头皱得更深了 少给我一样怪气 我和小文没你想得那么龌龊 你的老油条 熬夜饿肚子早该习惯了 让新人又能怎样 把饭拿来 我皱紧眉头 直接抱着饭起身 滚 这个字 让谭义竹脸色沉得都要滴出水来 他气得滴鹤 凌鹤 我是你的领导 我命令你把饭让给小文 道德绑架不行 又开始公然施压了 我依旧没搭理 徐义文却假装委屈地说道 没事的学姐 我们不和他抢 那是他小情人送的饭 我才不要吃 这个贱人 我气得咬牙切齿 就在这时 主任突然满脸焦急地推门而入 二号床病人 江青月的主治医生是谁 过来 谭义竹和徐义文脸色一变 连忙跟了过去 江青月突发心衰 情况危机 整个急诊都乱成一锅粥 我却在旁边慢悠悠地吃饭 果然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和前世一名一样 主任毕竟经验丰富 叶克判断出江青月接受过胸枪穿刺 却因为操作不当引发气胸 进而导致了心衰 他气得怒吼 你们都是吃干饭了吗 进行胸枪穿刺的时候 连最基本的 不能让外界气体进入这一点都不知道吗 都给我过来开会 现在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江青月并威的风声 网络上的舆论已经炸了 说我们医院草菅人命 不断治疗 粉丝把医院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吵着闹着要进来看自家姐姐 江家也派人来了 一来就是个西装革履 带着金边眼镜的律师 撂下横话 如果我家小姐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医院就不用开了 院长吓傻了 当即通电话质问主任 要他立刻想尽办法对江青月二次急救 并且找出那个做了错误的胸枪穿刺的罪魂活手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急诊科所有人都要滚难 甚至院长也要吃不了都是走 这么些年 他们这几个管事的 谁的屁股是干净的 律师一查 都给进去采佛面机 主任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院长也来旁听 足可见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刚坐下 就看到角落里 他一竹正拍着徐一文的后队 小声安慰着什么 徐一文眼眶通红 看起来刚刚哭过 见我进来 两人的目光 不住的在我身上游鱼 意味深长 我知道 现在这两人肯定在魔化着 怎么把锅甩在我身上了 我依旧神色平静 假装没发现两人一样 宋田田在我身边坐下 小声问道 师傅 你们今天到底是谁 进行的胸腔穿刺啊 前往急救江青月的那台车上 就我们三个人 现在整个会议室里 都是压抵的讨论者 肯定不会是谭副主任 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临会进院都两年多了 也是老手了 不至于 但只可能是徐一文了 我也觉得是他 江青月的窗口 一看就是不熟练的人 导致的错误 好歹他也来实习几个月了 还是谭一竹待着 就弄碎了 得了吧 谁不知道徐一文的实习报告 都是谭一竹帮忙处理的 之前有患者开药 居然还开错了 差点把人害死 这种人当医生真是可怕呀 大家都不傻 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 这件事大概率 只会是徐一文这个极品做的 但我知道 徐一文更极品的骚操作 还在后面 主任冷冷看向他 徐一文 胸腔穿刺是你做的吗 徐一文立马哽咽道 我知道 大家一致都对我的因数有怀疑 觉得所有错误都是我导致的 我当时 在现场也确实说过 我想试试胸穿 可是 谭学姐在观察情况后 觉得我的经验不足 便劝我放弃了 她突然抬手指向我 是她 这次胸穿 是林鹤做的 前世 听到她居然那么诬蔑我 我气得脸色涨红 站起来就质问 现在 我当然不会这么激动了 我只是一脸纳闷的看着徐一文 你在说什么 做胸穿的不是你吗 说自己才刚学过这个技术 可激动的说要试试 我还好言劝说两句 说这样不安全 可是咱们谭副主任 信誓旦旦 说有她在 肯定不会有问题 最后 是你在把真后 被喷了一脸洗 这才让我独自随车回来 做人不能挣掉脸吧 信口胡周 谭一竹 你不打算说点什么 我故意看向谭一竹 当时 除了随车护士和司机 就看目击了全程 谭一竹抬眼看来 神色却冷漠果断 虽然我是你的女朋友 但是 不要妄想我会包庇你 还进行穿刺 但这个时候 林鹤却自告愤勇 说她要做 我考虑到她实力没有我稳健 就劝她还是算了吧 她却说 这种能够攀上江家的好机会太难得了 让我看在我们男女朋友的面子上 把这个机会让给她 说到这里 谭一竹还沉重的叹了口气 我也有责任 应该听信她的话 因为生命通道已经疏通 她坐上车和护士一起先离开了 是在车上坐着熏穿 我没想到 她一个两年资历的急诊医生 当场质问谭一竹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她从来没有爱过我吗 谭一竹却冷笑 让我别打感情牌 我的求饶 东亏 都没有唤醒谭一竹的半点良心 我愿意的看着她 恨到心口都在疼 我皮笑落不笑 哈哈 销炼三年 原来和我谈恋爱的 一直是头披着人皮的禽兽 那掉监控好了 徐一文却冷笑一声 真巧 监控坏了 我们还怀疑是你故意动的手脚 谭一竹也忘了我 监控坏了 你才方便嫁祸给小文 是吧 你这人还真是恶毒 岂有此理 院长气得拍桌 陌目瞪着我 迎合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急功近利的人 我瞥了她一眼 连院长都用偏心 难怪谭一竹在院里那么受宠 而且全院有资格调取了辆车监控纪录的 就那么几人 主任在急诊忙的一上午 两个副院长在外出参加补班培训了 只有院长是最有可能的人 我淡淡开口 这什么急呀 不还有人能为我证明吗 随车的司机和护士呢 好 那就让你求锤的锤 徐一文一脸兴奋 不出所料 二人的口供和前世也一模一样 都说做胸腔穿刺的人是我 甚至还说 谭一竹和徐一文都没有靠近过江青月 全程只有我一个人 我冷冷看着两人 他们都心虚 不敢指示我 我突然很想笑 这么多人跳出来污蔑我 还真是费尽心机呀 既然这样 他们就一起承担撒谎的恶果吧 现在 你还有什么狡辩的 谭一竹冷喝 我真没想到 三年 你居然是这种人 其余同事 包括我的徒弟宋田田在内 都神色怪异的看着我 众判亲离 这就是前世我遭受的感觉 报警 院长大吼 让警方和江家人都过来 最快祸手找爆了 这种故意害死的那种医 不配留在我们医院 必须要付出代价 把我推出来 他们自然就没有危险了 我却依旧态然自若 闹吧 闹得越大越好 不好了 一个护士焦急冲来 江青月病人心衰正在急救 但因为车祸受伤 谭一竹 快过来 谭一竹立刻上前 不忘回头冷冷看我一眼 林鹤 我对你很失望 他失望的头啊 我真想脚踹死他 曾经我最爱的那张俏眼 现在看起来就无比让我恶心 一般人也没空遣走我了 毕竟江青月要是死了 那整个医院 都能被他的粉丝和家人掀翻 院长带头 匆匆来到了重症监护室里 谭一竹神色难看 不行啊 主任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要取足够的血浆 但是时间上来不及了 突发贫血加上心衰 这 完了 完了呀 主任练如死灰 通知家属吧 我们建立了 发现气凶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都是你 徐一文突然指着我大喊 就是因为你 错误操作还引完不报 是你害死了他 院长冷冷看着我 林鹤 等待警方的调查吧 你不配再做一个医生了 用一 其余同事也冷眼望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食恶不赦的罪人 江家的律师也能训走来 林鹤 你涉嫌杀害我家影后 准备接受江家的起诉吧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道交集的声音 让一让 血浆到了 快快 急救 男人是我同为急诊科的同事之一 李锐 他一脸莫名其妙的 看着满病房的人 拜托 这里是重症江户室 你们处在这里干什么 都出去 江以后的急救血浆到了 快点 人停血呢 再不就危险了 一群人走出来 却都还没回过神 徐一文傻眼了 他愣愣望着身边的谭一竹 学姐 你让人调取的血浆 不是啊 谭一竹也傻了 淡巴巴的开口 这 都还没问个血浆库 怎么就送来了 而且 也不可能这么快啊 他皱紧眉头 但不管怎么说 有足够的血浆 就能让病人度过危险期 但是你 还一竹冷钉抬手指着我 你这个罪魁祸手 少给我在哪庆幸 你还是没有当医生的资格 准备滚出医院吧 我看到血浆进去 心里最后一口提着的气 也松了下来 此刻 再无后顾之忧 而且 所有参与陷害我的狗东西都在了 别急啊 我笑音的开口 车上的监控坏了不打紧 可是 我手机的摄像头不是坏的 本来是想记录一下我们小学弟 第一次进行凶穿的撞举 谁知道 居然那么巧 给我自己留下了关键的证据 说着 我直接掉出手机里的视频 交给了江家的律师 这一看 律师脸色铁精 周围人也傻了 画面里 那四目相对 一面含情默默的聊着天 一面漫不经心 在进行凶穿的两人 正是谭一竹和徐一文 谭一竹抓着徐一文的手 二人含笑调整着位置和姿势 要是不说 谁能看出来他们在急救 甚至徐一文还故意说笑话 想逗谭一竹开心 谭一竹更是笑得花枝乱颤 心思早就不在眼前的病人上了 也能清晰看到 两人因为心不在烟 穿刺的位置稍有偏离的瞬间 把真实 顺时跟徐一文在联系 他慌到立马站起来 惊恐怪叫 谭一竹忙着安慰他 随车的护士忙着地纱布擦洗 三个集品 都忘了要先给江青月进行缝合 谭一竹 相恋三年 你出轨不说 还想和徐一文一起毁落 说出那些话 你良心不痛吗 说到这里 我红了眼眶 毕竟这确实是真情实感 这个扎眼 真是浪费老子的青春和感情 身为一个医生 在该急救病人的时候 你居然在忙着谭情说爱 真是疯了 还有你们 我看向随车的护士和司机 两人现在的表情 就像拖着苍蝇一样难受 自然不知道 为什么你要跟着说谎 现在真相大白 是不是欠我一句道歉 可是 故事小心开口 我确实看到 你在救护车上坐穿刺了 我冷笑一声 那是二次穿刺 因为要跟我犯错误的人擦屁股 一上车我就发现了 气胸很严重 所以二次穿刺 放掉了大部分的气 不然 江青月挺得到现在吗 我苦涩一笑 我本来不想说这件事的 毕竟如果爆出来 很可能会影响 谭一竹的职业生涯 三年 我是想过 要给你留一点体面的 是你自己给两个要点 全场寄精一秒 接着同事们都炸了 我去 真相原来是这样 林鹤太惨了吧 女朋友出轨不说 还要帮他擦屁股 这两个太狠了 要不是林鹤刚好录下来 实张嘴也说不清吧 谭一竹平常看着道貌暗然的 居然那么恶心 连自己的男朋友都要害 徐一文也真恶心 他什么狗屁单纯小买狗呢 心真脏 娱乐里面倒 我看向院长和主任 现在 我的嫌应该洗清了吧 要不是我的二次穿刺 江小姐也挺不到现在 想不到 居然被他们罗害成这样 院长 主任 我心寒啊 说着 我故意柔柔湿热的眼眶 妆可怜谁不会啊 宋田田连号一脸愧疚得给我地址 师父 对齐啊 我 我刚刚也以为是你犯了错误 我摇头 哽咽 我只求 院里能给我一个公道 严惩才一竹和徐一文 院长和主任面面相去 院长干涩开口 小林 你冷静 我知道你委屈 这件事等我们调查一下 再做结果 好吧 调查 我会让警方进行 江家请来的律师已经勃然大怒 你们犯了错 还要栽赃陷害其他人 这件事绝对不会善罢干凶 等着接法院传票吧 林先生 十分抱歉 我会和大众澄清 还你一个公道 先前 在会议室 爆出我就是那个运力后 就有人把消息留了出去 转瞬 我就被骂上了热搜 无数人诅咒 要我给江青一尝命 我现在要是出去 只得和上一世一样 被那帮粉丝活活死了 爆料的人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谭一竹和徐一文 谭一竹眼神微动 他突然冷笑一声 既然你进行了二次穿刺 说不定是因为你的穿刺 才导致其胸 你有视频又怎么样 这个视频看不出来 患者是否有其胸 我相信 验领导会给我一个公正公开的结果的 对 徐一文也抓到了救命稻草 连忙道 我相信学姐 他指点的位置是不会有问题的 买针标写 但是 我明必让开 但以他的医术 肯定不会产生其胸的 谭一竹这张嘴 还真是能说啊 黑的都能写成白的 都到这种地步了 这个狗男女 还不忘互相搀扶 包庇对方 老实说 我都有点磕他们了 这两个极品 就该捆死一辈子 我只是笑笑 忘了说 我这段视频 已经发到网上了 是非与否 网民能够自己评判的 至于你们两个口白条 诬陷我的事 我也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说完 我无视他一种阴沉神色 扭头就走 从现在开始 我们之间最后那层 美善的验剧 也算是彻底撕碎了 我发出去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两个医生居然在急救的时候 谈情说爱 还导致了江青月陷入危险 虽然现在 他已经因为血浆的及时送达 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还是躺在重症监护室中 他的粉丝把医院 捕得水泄不通 天天在那喊口号 要求开除罪魁过手 谭一竹和徐一文 还要求警方 以故意伤害罪逮捕两人 急救的时候心不在焉 还谈恋爱 也就是故意伤害 我个人是觉得没毛病 在这种重压下 进行了全程穿刺的徐一文 被开除了 以凭重怒 但谭一竹 却被他们也没有直接接触 并容为由 艰难地保护下来 院长想尽办法 带着谭一竹多次去江家求饶 只为平息江家的目口 还赔偿了一大笔钱 院长对谭一竹这种关心心 都让我怀疑两人是不是妇女了 他包庇谭一竹 已经在一种离谱的地步 而就在各种风年风雨中 江青月总算醒来 平安转出了重症监护室 因为之前发生的事 江家点名 要我做江青月的主治医生 这天 我刚给江青月检查完伤口 江小姐 恢复得很不错 再有两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 她现在的状况好了太多 都能大口大口地看苹果了 林医生 江青月冷不定开口 我有个问题 你想问我 你在救护车上时 为什么知道我的血型 我错愕地望着她 江青月笑意淫淫 那天在救护车上 我暂时醒了话 我听到你在给血库打电话 要求调用1200的行鞋血浆 刻意要求 务必在晚上11点前送打 要不是你 我可真就挂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血型 我沉默一秒 千算万算 没算到这女人居然醒着 当下只能随口道 网上搜的 真的 我是什么星座的 江青月一脸无疑 我面无表情 人做的 真不知道啊 江青月长叹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暗恋我呢 林医生 难道我不漂亮吗 你就没对我笑过 我还以为你在故意装酷 想引起我的注意呢 听到这话 我一阵无语 虽然 确实漂亮 素颜都非常好看 江青月笑道 你救了我的命 还没谢谢你 想要什么奖励 你用血 我打断道 你的粉丝 已经好好感谢过我了 都在网上给我盖了 不知道多少座庙了 就不用你老人家再谢我了 江小姐 我看你挺有活力的 下周就给你安排出院吧 门一言 江青月立马往床上一躺 哀嚎起来 啊 医生 我突然觉得我心口好疼 是不是你给我扎得真还美好啊 我默默走了 不想搭理这个吸精灵后 徐一文因为这次的错误 在网络上连老底都被挖出来了 比如军训时偷看女同学洗澡 上学时比年轻老师写情书 毕业来到医院后又勾搭学姐 各种各样的药 简直让人看没观止 还被江青月的粉丝们挖出了地址 一出门就要被人追着他 也就是因为江青月这辈子没死 否则 他绝对会和上辈子的我一样惨 我本来认为 经历过这件事 他会收敛得多 不会再那么张扬了 却突然看到 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徐一文满脸笑容 对着镜头鼻烟 在他身后 故意露出了正在开车的谭一竹 还有那醒目的车标 价值两百多万的豪车 并且佩文心情不好 你有开车带我出去玩 他俩还勾搭在一起 我毫无意外 这种极品就该锁死 但让我惊讶的是 谭一竹开的那部车 徐一文家境已经在网上 被扒得干干净净 父母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自然买不起这样的车 照片里 车头还挂着一个可爱的娃娃 窗户上还贴着一些粉笨的贴纸 租的车肯定没胆子弄住 那只能是谭一竹的车了 但是 谭一竹家境不是很贫困吗 我神色疑惑 和我在一起三年 谭一竹一直说家里很穷 他成绩优异 在学校长年领着补助金 偶尔还会在读书馆打工 他这三年穿的衣服鞋子 还有用的化妆品 基本都是我买的 为了让他心安理得的收下 我还要骗他 他都是从拼刀刀上买的便宜货 但其实都是我咬牙摆的大牌 曾经我很爱他 自然不希望他应该穿着 为其他人歧视 生活里 他会以各种借口结账 或者给他送红包 所以 哪怕这三年 他几乎没送过我什么礼物 我都没有生气过 只当是他囊中羞涩 这时 一个电话打来 是谭一竹 我眉头皱起 最终还是想看看 他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但没想到刚接起 对面传来的 却是徐一文的声音 学长 他声音里 透了压不住的得意 我专门发给你看的那条片子圈 你看到了吗 有事 不要那么冷漠 我可是专程打电话来感谢你的 隔着手机 我都能想象出 他那嘚瑟到眉飞色舞的表情 我还真要谢谢你 要不是被你陷害 导致我被网爆 又被疯狂的粉丝找上门殴打 学姐也不会那么心疼我 带我出去玩 我现在就住在他家 实话告诉你 学姐可有钱了 几千万的别墅 还有几百万的豪车 多的是 谭姐和我说了 他对你隐瞒身份 就是觉得 你这种凤凰男 如果知道他有钱 肯定会赖在他身边不走 一直防着你 可怜你那么多年 居然以为他比你穷 笑死我了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一定让你做主桌 电话挂断 我神色男汉 这个渣女 原来骗了我三年 原来最可怜的人是我 不但被钱女友劈腿 还给他当了三点血包 那些钱 都是我省吃俭用 攒着给他用的 刚毕业时 我为了攒钱 给他买一套像样的职业装 吃了两个月的馒头配榨菜 他也从未主动开口说一句 说他其实一点不缺钱 我瞬间感觉 我这三年真是为了狗 我神色复杂 就在这时 却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林鹤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对面传来的欢快语气 让我立马猜出来了 江颖后 就一个病房的距离 你不能省点电话费啊 我喊你了 还很明昂 但来的人不是你吗 我沉默一摇 刚刚沉浸在震惊中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影响了 你过来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虽然疑惑 但我还是去了一趟病房 江青月笑着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我顿时惊讶 照片上 竟然是我们院长 还有小时候的谭一竹 我让律师把我挖的猛料 够不够刺激 这俩是妇女 私生女 江青月倾向 我恍然 没想到 我当时一瞬间的胡思乱想 居然还真猜中了 难怪为了保住谭一竹 院长不知道付出了多少 谈个交易吧 江青月开口 我立刻摇头 我没钱 老娘难道缺钱啊 江青月一瞪眼 你天天赖在医院不走 我差点忘记 你是大影后了 日常互对良聚 江青月白白手 说正事 我有足够的证据 能证明她的父女关系 还有更多的猛料 足够让所有当时 参与路线里的人都滚蛋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醋眉 什么事 江青月却撸起嘴 你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 我犹豫一瞬 还是答应了 毕竟 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医生 必然还是比不上 这位大小姐的能量 如果是我自己去查 根本挖不出多少料 很快 一则净道新闻 在网上炸锅了 前不久闹出事故的 一生之一 谭义竹 居然是院长的私生女 而且在事发后 被院长立榜下了 要知道 院长还有一个 对外不为恩爱的妻子 以及一对儿女 这件事一出 她平常伪装的形象 全部破碎 妻子整天闹着要离婚 紧接着 更大的丑闻爆出 院长还有我们医院 的唯一几个人 经常借着植物支店 和外面的药器勾结 身外高价药 院长 主任 当时污蔑我的随车副驶和司机 还有其余几个 平常总是追着谭义竹的狗腿子 也参与其中 涉案金额巨大 作为主要责任人的院长 直接被革职 名下资产全部查封 而且调查他的聊天记录时 还发现 他在外还养有两个小三 藏快千万的财产 在他们手上 其中一个 就是谭义竹的亲生母亲 这么大一桩丑闻爆出 院长的家人 以最快速度和他离婚 划清界限 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审判 其他人虽然参与的金额不多 但也统统被革职 面临少了几个月 多则两三年的监禁 一时间 急诊室里的医生都少了一批 新来的院长 直接把我提上了主任的位置 我没想到 负了那么多年 居然是这样升职的